我們是女生 我來自彰化 這是我們設計的機器人 我們在課堂上常常遇到學生會發現 機器人不照他的預期來動作 我通常都不會直接給他們答案 你要給方向 但是不要給他答案 我覺得設計程式是有時候遇到難關 要找出那個錯誤點是還蠻困難的 我這個東西可能只能讓他往東 但是程式可能有時候要他往西 林老師像他自己找到了原因之後 那你會發現學生他們是拍手歡呼的 我覺得寫程式就是思考的方式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它是一個你把遇到一個問題 你怎麼把它切分出來 然後跟你問題要怎麼解決 就是全方位的思考對你做任何一件事都相當的重要 你要完全整密的去想一件事情 我覺得像很多就是家長都會很懷疑說 學這個真的有用嗎 然後就很謝謝媽媽一直支持我 然後讓我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有家人的支持 然後才讓我們能夠真的去冒險追求自己想要的事物 真的很棒 真的感覺很棒 我會回頭看 我還蠻感謝以前的自己 就是很勇於去嘗試不同的事情 你可能在中間你不知道你未來會到哪裡 可是你只有不停的試 你才能找到說哪件事情是真的 你很有熱情的一件事 我們透過機器人跟物聯網的結合 利用獎勵其實可以鼓勵大家回收 我覺得設計程式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中很多的事情 幫你煮飯 幫你泡咖啡 幫你掃地拖地 然後你就可以躺在床上 然後很舒服睡大覺 因為想當電腦工程師 所以學成是很重要 因為我以後很想要做一隻寵物機器 對不對 如果層次設計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那這就是我想做的事 冒險其實並不危險 每個女生都應該要相信自己 如果你喜歡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繼續堅持下去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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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勇敢追求夢想 我可以 沒人 我可以 我可以 гов 你 沒有人 我可以 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